9月18号当全世界全部都关注完苏格兰的公投独立之后 9月19号全世界关注的焦点是阿里巴巴在美国正式的IPO 阿里巴巴这一次马云除了在纽约Wordoff见了非常多的法人 马不停蹄的马上回到了亚洲 在香港又见了非常多的法人 要见到他似乎都得排队非常的困难 然后接着他立刻又转往了杜拜 那么短短的一个礼拜之间 他可以说见了全世界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投资者 而大家都说我能不能有一些阿里巴巴的股票 成为重点 阿里巴巴的IPO使得马云已经成为中国的首富 更使得软银的投资者孙正义一样 也成为日本的首富 创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首富 这是阿里巴巴的传奇 这一天他聚焦所有的美光灯 马云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 他还特别输了一个光亮的游户 像是走上的星光大道 藏不住内心喜悦的大小者 但他并不选择当这出大戏的男主角 这是纽约交易所迎新的传统 但和过去公司上市都由高管参与这仪式不同 马云并没有加入这历史性的秘客 而只有阿里巴巴的员工和最基层的淘宝网店商 及90后韬女郎 还有一名包裹快递员共8个阿里巴巴的客户和伙伴 作为敲响纽交所开示终胜的贵宾 今天我们为什么让8个客户年轻人去敲钟 而不是我们 因为我们奋斗15年的最终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人成功 因为只有他们成功了 我们才有机会成功 投资者才能得到回报 担心这史上最大的IPO 因庞大的交易量会发生如 2012年脸书在NASDAQ上市首日大当机的情况 柳交所至少预言了两次 而阿里巴巴在美东时间19号正式挂牌 但9点半开市后 价格一直停留在前一晚公布的68美元发行价 第一笔交易已迟迟没有出现 我们从我们普通的开启 把货币开启到正式的价格 因为买盘强劲 交易员不断戳合买卖双方价格 经过多轮的竞价 直到接近五盘的11点55分 阿里巴巴才以跳空上涨 36.3%的92.7美元开盘 并瞬间来到当天最高的99.7美元 涨幅达到47% 但接近100美元关口后就回落震荡 最后收在每股93.89美元 IPO首日大涨38.07% 总市值2314亿美金 一举超越脸书 成为仅次于Google的全球第二大网络科技上市公司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 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 在午夜开启的上市庆祝派对 一家只成立15年的企业 瞬间登上巅峰 让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1万多名员工 财富水涨存高 平均每人有182万美元 约5,460万台币的身家 一夜之间都成了杭州行贵 事实上 在过去十天的全球上市法术会中 阿里巴巴进行了一场极其低调 却能占据全球媒体版面的公关行销 成功地不断制造话题 最终在美国资本市场大捞一笔 我觉得这些钱还是一句话 完全用在小企业 用在消费者身上 今天不仅我们在中国进入农村 我们不仅要能够帮助更多的消费者 我们还希望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 帮助阿根廷的 巴西的 我们能够帮助马来西亚 印尼的 所以全世界其实有很多的中小企业 很多消费者 其实他们是需要更多的机会 在上市后 马云宣告进军国际 要和亚马逊和eBay一较高下 尽管已经拿下大陆八成的电商市场 但对于马云的下一步 分析师的看法相当分歧 根据路透的最新调查 有88%的美国人 对阿里巴巴是听都没听说过 关于投资阿里巴巴的机会与风险 华尔街有不少讨论 如马云坚持的合伙人制度 这将让大股东无法参与公司决策 一些分析也认为 阿里巴巴在大陆 正受到来自同业的竞争 这包括原本在淘宝开店 最后支离门户的网店商 这都会分食阿里巴巴的市场份额 而阿里巴巴在大陆的成功模式 能否也套用在其他地方 著名的新兴市场教父莫比尔斯 就持保守意见 2007年 阿里巴巴就曾在香港上市 当时融资116亿港元 刷新大陆网路公司IPO规模 股价也达到最高的40港元 但2011年爆发造假供应商的欺诈门事件 一度跌到只剩3块多 最后在2012年黯然退市 如今虽然阿里巴巴与当时 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淘宝网上能充斥的 假货与盗版的问题 美国商会就批评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在线假货中心 一旦美国商界提起诉讼 在美上市的阿里巴巴将无法回避 这不单是重创股价的问题 还将有应接不暇的官司 阿里巴巴成为美国的上市公司 它跟美国的联系更为密切 管辖 美国法院对它的管辖这一点的话 它更容易被建立 任何的美国法院的裁决结果 对于它的影响的话 自然就更为实质 香港上市的经验给马云很多教训 这回登陆纽约 重返国际资本市场 似乎可以一雪前辞 而阿里巴巴目前的本益比约38倍 还远低于对手亚马逊的850倍 当然 能否守住大陆市场 在投资扩张海外版图时 能否有所回报 将是阿里巴巴能否延续 IPO收入火爆场面的关键 多谢准备